大兒的一天 看大兒今天的心情非常的愉悅 因為他今天有精心的設計 他認真了抓了他的頭髮 認真了選了一件他非常喜歡的白襯衫以及卡其褲 最重要的是他穿了一個他非常喜歡的 阿迪達高級球鞋 因為呢 大兒今天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面試 大兒走到門口發現 哎呀 現在下雨了 怎麼辦 這個雨 我的鞋子一定會濕 是我今天穿的高級阿迪達鞋子 如果濕了的話 那我今天一整天美好的心情就被破壞了嗎 不行 我一定要想個辦法 面對這場大兒到底該怎麼做呢 大兒想一想決定使出快發走路吧 大兒對於他想到這種美好的方法感到非常的得意 因為他的鞋子就再也不會濕了 但是大兒馬上就面臨到第二個嚴重的討厭 那就是大水蛙 面臨這一攤大水蛙 大兒到底該怎麼做呢 大兒決定拿出了他的秘密武器 那就是神奇的愛心點點小鞋套 又充滿少女心的鞋套 可以幫助大兒渡過這個難關 噔噔噔噔 大兒脫下了他的可愛愛心點點少女風小鞋套 然後發現他的高級阿迪達鞋子既然文好如初 大兒成功地渡過這個大水蛙 恭喜大兒 又得到了這次的勝利 大兒上了公車之後呢 走到舒適的位置坐了下來 他閉上雙眼想了一想待會面試的時候要說的事情 但是當他進入夢想的時候呢 他開始感到他大拇指以及食指中間的指縫處 漸漸的透出一股涼意 而這股涼意呢也慢慢的蔓延到整個腳背 當大兒把眼睛睜開的時候他發現 眼前是個正妹但是低頭一看他的腳 正妹的傘上竟然滴著水 而傘上的雨滴呢竟然沿著正妹的傘間滴入了大兒的 阿迪達高級的球鞋裡面 但大兒心想啊算了是正妹 他只好摸摸鼻子慢慢地移開他的腳 正當大兒把腳移開的時候迎面而來走來 一個穿著雨衣的少女繞過大兒坐到大兒的旁邊 大兒瞬間感受到半邊的身體一陣濕涼 大兒只好無奈著看著他濕透的白襯衫 大兒帶著微濕的身軀下的公車 心想哇今天也太倒楣了吧 希望我今天的厄運就這樣結束 結果迎面而來的一個少女 經過大兒的旁邊 然後向大兒抖了一抖他的傘之後 這些少女竟然朝著大兒 猛力開他的傘 大兒竟然是被傘電上的雨給吞溼了 正當大兒打算轉過去教訓一頓少女之後 迎面而來就等到滴滴的大媽 就想吵著大兒走過來 大媽準備對大兒使出閃面衝擊波 還好大兒的HID的勾高 閃過了大媽的這個公式 但是此時大兒的尖頭已經 被大媽以傘上滴落的雨水給浸濕了 大兒甩一甩尖頭上的雨 心想我今天也太倒楣了吧 老天爺啊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我今天有一個重要的面試啊 大兒為了要撫平他失落又難過的情緒 決定要買一瓶他最喜歡的麥香 麥香原來我們這麼近 在大兒沈浸在麥香的喜悅當中的時候 他赫然發現他最心愛的神奇的 什麼撒小點點的武器的傘 竟然被人幹走了 到底是誰幹走大兒的傘 正當大兒徬徨無助的時候 他摸了摸他自己的口袋 他突然發現地址現在開始看 但是大兒靈機一動想到 啊 還有輕便雨衣術 大兒決定返回麵店商店 買他神奇的輕便雨衣 大兒又順利的度過了這次的難關 立定的千辛萬苦 大兒終於到達了面試的地方 大兒脫下他的神奇小雨衣 並且對著面試官露出了災爛的笑容 面試官以微笑回應大兒 對大兒上下打涼之後 竟然對大兒的那裡 露出了驚訝的表情 大兒心想 呃 難道他是被我神雕的熊風 還振折到了嗎 當大兒往下一看發現 我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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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濕的 大兒跟面試官回笑的對看 呃 大兒的一天結束了